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刘晓如 我是东海第九届外文系毕业的 不过这个我的求学过程 其实很多人都知道 但是我稍微简单说一下 我进东海的时候呢是物理系 但是在大一结束的时候 我就申请转系到外文系 然后毕业的时候我是有外文系毕业的 毕业了以后 我到美国去念了一个美国文学硕士 可是因为我结婚了 嫁给一个美国人 他也是我在东海认识的 他对于鸟类非常有兴趣 然后每天有机会就在观察鸟 做鸟类研究 那我陪着他 这个嫁鸟随鸟的过程呢 我陪着他到最后我就想说 干脆我也去继续念书 来了解一下跟鸟类相关的地方 那也许也可以在对台湾 自然环境保育上面 发挥比较多的这个贡献 也因为这样子呢 我就在美国念了一个 环境教育的硕士 然后进一步念了野生动物 以鸟类为主的博士 念完博士回到台湾 我就一直在中央研究院服务 那工作上呢 也一直是以鸟类研究 跟自然资源保育的这个两大部分 研究是以鸟类为主 但是我很多课外活动 都是以自然资源保育为主 那课外活动当然就是参加民间团体啊 参加政府的各种活动啊 如果有委员会啊 有这个需要专家的这个介入的时候呢 有邀请我我大部分都会去参加 那我这样子的心路历程 我这样子的这个求学的过程 其实最主要的要归功于东海 因为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 我是白儿女毕业的 我在中学念书的时候 其实跟大家一样 就是一个很传统的这样求学过程 只是说我的个性一向比较 不是那么乖乖小孩 比较喜欢随便找书看啊 喜欢跟人家讨论啊 喜欢这个去发掘问题 那到东海呢 因为东海这个自由的学术风气 跟老师鼓励学生讨论 开放式的图书馆 让我从大一的时候 就非常充分的去利用这样子的资源 那也因为这样子呢 那个时候就觉得义无反顾 要转系就转系 虽然家里面也觉得说 你好容易考上了物理系 为什么不好好去念 可是我那时候就决定 一心就是想要转系 那转系了以后也从来没有后悔过 并不是因为物理系不好 而是因为我的兴趣 那个时候的重点是转到了其他的方面 那我认为在东海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养成了我一个比较没有去考虑 代价的这样子的一种做事的方法 而是以追求兴趣为主的一个方法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呢 让我人生当中几乎每一天 我都觉得我是非常快乐的 在做我想做的事情 而不是别人说我应该做什么 或者是我因为过去的投入 我必须要做什么 我每一天都是很快乐的去做 我当天认为最快乐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人生 真的是非常的幸福 很可能因为这样子 我的成就没有像其他的同学 或是其他的 其他的人能够一直专心去追求 同一个方向来得更高 但是我认为人生只走一趟 那如果能够每一天都快快乐乐的过日子 即使成就有限 或者即使没有把自己的 其他方面的才华发挥到极致 也是很值得的 所以我想鼓励在东海念书的同学 如果你知道你最大的兴趣是什么 你不用有太多的顾虑 应该最投入百分之百的努力去做 另外我想要借这个机会呢 鼓励一下女性的同学 因为至少在我读书的当年 或者像我回来教书的当年 有很多女性的同学呢 很喜欢做某一些事情 但是家里会说你是女孩子 或者你是女性 你应该要考虑到家庭 你要考虑到很多的这个其他的这种限制 但是我想跟女性的同学说 其实只要你想做 身为女性或男性并不重要 碰到了困难碰到了障碍 一定有方法可以解决 那我曾经引用这个Robert Frost的诗来说 人生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路 当你选择了一条路 你当然要放弃另外一条路 在这个抉择之间 只要你做了抉择 你会发现不同的风景 你会达到走到不同的地方 那这个只要是你的选择 只要是你有兴趣做的 一定会得到额外的满足 那最后呢我想利用这个机会 跟大家说 东海在我去念书的时候 是一个得天独厚的环境 风景优美 学校的资源丰富 学术的风气开放 但是现在台湾的社会上 很多的学校都也有同样的风气 所以东海在这方面呢 不像以前是超越了别的学校 但是也不输给别的学校 所以我想鼓励大家继续去追求 学术的自由 尽量去投入你最大的努力 那我们这些学长学姐呢 一定会站在旁边 协助大家 用我们能够做到的方式 来让东海的学术风气 继续能够往前走 继续能够发挥到最高的这个程度 那我希望东海有什么 我们能够贡献的地方 大家也不要客气 那同学们有什么需要 我们这些前学姐或学长们 帮忙的地方 也请大家不要客气 祝大家幸福健康 然后一生都很顺利 谢谢